其实我觉得韩国的这种包装的食物都很好吃 对 就有些是他们加很多cheese啊 或者是奶油啊 或者是什么咖喱啊 都很好吃 大家好我是Mira 我今天非常开心 你看我旁边 就是可以说是那个台湾的边境商店的美食达人 有没有 Mira 嗨 我是Mira 就是我很喜欢台湾的边境商店食物 然后我就很常看你拍那些就是评笔啊什么 然后我每次觉得哦天呐我都很想要赶快再来台湾吃 就是我知道你之前也有学过韩文 你有读过韩国吗 半年而已 半年 所以其实娃娃也是蛮懂韩国的食物的 大概 大概吗 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吃过在台湾的韩国食物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边境商店的韩国美食 就是单纯分享一下我们觉得好不好吃这样子啊 然后所以我故意这个影片我就学娃娃就是要这样子放在这边 还有一个评审 对他叫什么名字 还没有取 但这不是我的 这是我们借一个同事的 我今天把他取名叫石头 石头 所以待会石头就要来帮我们评分 因为有些食物是要微波的 那我们微波之后再见 耶 准备好了 我们先吃哪个 我应该就会从这个开始吃 他这个是起司泡菜锅 你喜欢吃泡菜锅吗 不喜欢我讨厌泡菜 我也其实对泡菜还好 我那时候在韩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每天都要吃泡菜 有一天我就躲在厕所哭 蛤 因为太难吃了 我个人没有很喜欢泡菜锅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就酸跟浪 虽然它是重口味我是重口味的人 你是不是 我是 是 它还有肉 韩国的泡菜锅其实也是会有肉的 看起来它的卖像就是不韩国 好甜喔 台湾的味道 这个不韩 可是没有不好吃 等一下 为什么它有这个 它有莲藕耶 韩国是绝对不会有莲藕的 这起司 那起司 跟 豆粉 它像是 一个台湾的汤加了一些泡菜的感觉 一点酸酸辣辣 如果很想吃韩国食物的话 你只猜你就会有点失望 石头菌 来告诉大家这个喊不喊 满分是十分的话 四分 那我们现在来吃在韩国有的 这个清酱辣 我记得这个好像很辣 我有点忘记 因为我其实蛮会吃辣的 我不知道可能我觉得不辣 可能也会辣死的那种 就是海鲜拉面 我觉得韩国的泡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泡面就是泡很久也不会烂 这有辣吗 有啊 哪有 有辣 看到酱辣我就想吃汤酥 你有去过那个 这是韩国那家香港饭店 每一个去就几乎有一家 它是那个白宗圆开的 超好吃 然后它很便宜 因为我很爱吃他们家的 那个汤酥油 然后这个酱辣 或者是那个炸酱面都好吃 真的 这四千多块韩币而已 很 现在有涨价吗 又忘记可是反正很好吃 那我们下次要去吃 那你下次的名单已经要加入它 香港饭店 那你觉得呢 你来品 十分 好我下一个就是这个年糕 可是我在韩国没有看过它 它写的韩国原装进口 其实我觉得韩国的这种包装的食物都很好吃 对 就尤其是他们加很多起司啊 或是奶油啊 或是什么咖哩啊 都很好吃 嗯 这就很堆堆吗 很Q 而且它有点微辣耶 起司味很香 嗯 可是我觉得说真的它不像一般 我们在路边会吃到的那种 辣炒年糕 像意大利面 对对对对 味道 意大利面的那种酱 然后放在年糕上面 混血 对混血 辣 完全没有感觉那么辣 我在韩国就是讲 每餐就只能吃这种 然后就要配很多水 然后我在韩国就瘦了 我生病 然后我想吃没有辣的东西 然后我去餐厅 我叫店说不要给我放辣的 结果还是辣的 这个 韩不韩了 所以石头会给它 8分 8分 对我觉得8分 8分 如果你想要很韩的感觉的话 它 并 不可以太完全100%的满足你 好我们下一个呢 炸鸡 刚刚自己出的韩式风味炸鸡 这个其实我每次在别人生意看到我都很想吃 我平常开箱的话我就直接从包装这样子吃 可是我好像风格就是要倒出来比较漂亮一点 就大家才看到它长怎样 对 这才专业天啊 它是干干的感觉 可是它这样微波就不可以期待它是很脆的 对对对对 标准要降低 它肉是好吃的 可是它有甜喔 然后它其实不会辣耶 它没有韩国感觉 嗯 而且你觉得它像那个 糖醋肉 对 而且是台湾或是香港的就是 可能你配饭会吃到那种肉 那我们来喝饮料吗 这个是黄金柚 我没喝过这个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黑松粗的 黑松 黑松莎士那个黑松吗 嗯 我不喜欢黑松莎士 为什么 很香药 可是我觉得其实饮料的话 也不会到很难喝吧 欸可是我想说 就是韩国的饮料还蛮难喝的 什么西瓜口味 然后它有出什么樱花口味 那是难喝到爆 它就是一个甜的味道 而且韩国的冰箱只有那种 玉米虚茶 我就觉得韩国的种类嘛 就是为什么这么少 对 就是你在台湾你一进入那个冰箱 你就会看到什么台湾啊 然后蜂蜜啤酒啊 然后什么果汁啊 什么茶 然后就一堆霹里啪的 奶茶什么的 它就是普通那种汽水的感觉吧 好喝 它闻起来 那个柚子味道很香 平常那个柚子蜜 然后你加那个 Tee Puffet 对 完全一模一样 好喝 大家可以买 但是韩国也没有这个 就是比如说你在韩国的咖啡厅 偶尔会看到 这样子柚子 苏打这样子 就是韩吗 算啦 8分好了 8分好了 我先吃这个 你有吃过吗 这个爆米花 GS出的 对 其实我本人是没有太爱爆米花啦 就是就算它是甜的跟咸的 我都会觉得腻耶 你看电影会吃吗 我看电影 我会买 然后我通常会在电影开始之前 我把它吃大概五分之一 然后我之后就会停 其实这个它在韩国有出很多个口味 它有出什么蜂蜜啊 樱花 很难吃 它韩文也有写是焦糖的口味 你进去那个电影院就是这个味道 好腻喔 它有点比较咸一点 好腻喔 有点好吃吗 可是它的每一颗爆米花 并没有很被那个甜味包包覆到 爆米花不脆 好反正它就是GS25出的 好它有十分 可是好吃程度我给它两分吧 为你而设的 你们很滑 青羊辣椒 这青羊辣椒是一个很辣的辣椒 就可能你只是吃到一个像芝麻一样的大小的东西 也会辣到死 好我有点期待 因为我很爱吃 你看它后面还有写耶 就是它会喷火 然后可以抒发你的那个压力 因为看起来不会很辣 好那我们看一下 它闻起来 是那个纸的味道 是白白那个纸的味道 好它是这样子螃蟹的模样的 可是它蛮好吃的耶 咸咸的一层那个粉 然后加了那个辣椒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青羊辣椒啊 有那个很清爽的感觉 你有感觉到好像没有很辣 因为我很害怕它在后面 结果没有 你只在等 它没有出来 因为以韩国的零食来说 它应该要更辣的 它会有出口吗 我有听说那个新拉面出口的 跟韩国国内的 就味道不一样 就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味道 我真的觉得韩国人还蛮能吃辣的 他们如果说不辣 那对外国人说可能有点辣 可是他们如果说辣的话 后来我们就会辣死了 对 好吃 我觉得十分好吃 可是韩的话 我觉得它再辣一点会更含 所以可能8分 这个是韩国在便利商店也会看到的咖啡 然后它是BTS version 哦 它是Jimin 等一下我脚麻不能动 我也动不了 没有看到我刚刚一直动 是为了不要让它麻 哦 它不是Mercano欸 我觉得它那个咖啡的味道还蛮重的 只是它喝起来并没有太苦 要做的像饮料的咖啡 因为我平常喝咖啡 我会觉得咖啡味道很重 然后会有负担 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偏水一点 我个人是没有很爱喝咖啡 我也很少喝咖啡 所以咖啡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 好 石头来评分 韩不韩就一定要给它韩啊 一定要给它十分啊 不然BTS的粉丝可能会打我 可是我觉得好吃度是 8到9分 可是我觉得比如说 可以配个什么东西的话 它会更高分 然后可以配什么呢 超硬的这个 这是我自己出的点心品牌 叫做哇Cookie 我这次出的品相是曲奇 就是香港的那种曲奇 我其实马上吃曲奇的 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啊 好紧张 我要在香港人面前 跟他讲这个曲奇 重可可 一个是金刚抹茶 登 哇 它是很松化的那种欸 哇 哇 它很像那个奶油的味道 嗯 好 我来试吃一个咯 它好松 嗯好吃欸 可可的味道很重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吃可可 这是重巧克力 然后就是苦的甜的我都喜欢 那你有常吃香港的曲奇吗 我并没有太常吃 可是 因为我毕竟 在香港生活20多年 我多多少少都有吃过不同的 它有进入我觉得好吃的那个 那个排行榜里面 有 有什么时候开始卖 11月20号 然后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在底下的资讯栏有连结 海胸 那 而且其实我并没有太喜欢吃抹茶 可是我觉得这个抹茶也是我觉得 不会抗拒的那个味道 嗯 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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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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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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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诶诶诶 不首嘶诶诶诶诶诶 很好吃 收酒 我覺得ien colored好吃 她说是希腊鱿鱈jor 应该好吃 所以以前啊 喝醉酒之后 很常会买的这个来吃 它有这样诶 螺旋的 好吃吗 恩这好吃的诶 tasting淡淡的草莓酱 它外面是有點 是巧克力嗎還是什麼 白巧克力 薄薄的包著那個雪糕 然後裡面是 因為我很愛吃那個優格的雪糕 這好吃耶 我這個比較高 你咧 因為你喜歡優格 我喜歡優格 它作弊 它加分 那妳是這個比較高分嗎 差不多啦 這好吃 我們這個影片是真的可以結束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囉 然後請大家多多支持娃娃的曲奇 對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娃娃頻道就很多美食的影片 然後我很常看 然後大家也可以常看 拜拜 對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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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